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ㄎㄧㄤ一聲 我們今天的主要題目 談談屬狗 在農曆九月份 九月份任虛 任虛夜,九月份的運勢 那農曆九月份是從十月十五 到十一月十二,一個月的運勢 一樣,還是要跟各位聊聊 這些談的,請供各位參考 因為先天命不能動 我們能夠跟各位聊的就是後天命的變化 那這個張卦就可以跟各位聊聊天 先講他先天的界定的方位 來,你今年屬狗的走是正觀 開宗密跟你講 2023屬狗的,如果你是做白色產業相當好 白的 正觀啊 正大光明 對不對? 附金感考 等升官的那個正觀 那如果你在做灰的,黑的,不行喔 今年不行 但是今年不行當中,還有夜份啊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渦圖 天人公平啦 這個日光,夜光,星光 有時候日光嘛 有時候月光,有時候星光 不會永遠日光,不會永遠星光 也不會永遠夜光啦 各位要注意,天很公平 天沒有私心 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那在農曆的,你走的是筆尖 例子上來講 農曆九月份對屬狗的不是太好 齁 那如果你今年過的不好 在農曆九月就很好 如果你今年過的都還不錯 農曆九月就很糟糕 為什麼? 官它是一種管制 你就想那個當政官的官 就是管理嘛 有個動力在壓制你 有一個制度 有一個體系 有一個機能在控制你 那你平常為什麼沒事? 因為平常沒有想那麼多 你到農曆九月為什麼有事? 筆尖,比較肩膀 理論上來講這個筆尖就是一個ego 聽聽老師的視頻就夠了啦 也不用花太多心血注意聽 這些字都有它的含義 對不對? 若無相欠,整位相見 你們在外面走路 常常會碰到很多莫名其妙 好的跟壞的對不對? 啊,我好心意我今天怎樣怎樣 我最近好倒霉 怎樣怎樣 不會啦 宇宙之間的事都是漸變 你一定是埋下一個什麼因 它經過時間的淬煉 純化 在某個時間空間會結果 跟妳的喜怒哀樂 跟妳的忠孝忍耐心意和平 跟妳的修行沒有真相關喔 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做得很壞 壞蛋 身官發財 好人 老是懷財不易 大財小用 再講這種理論 齁,那妳要注意 因為妳在農曆9月份 那個EGOE狗自我 特別大顆 妳平常會安分守己 這個時候妳那個大顆出來妳會抗拒喔 所以要注意喔 屬狗的 雖然妳101中狗 雖然相當中 要注意妳在農曆9月份來講 不會對妳太好 因為有一點相克 克的話 我不喜歡用克啦 我喜歡用不協調 也就是說 妳得萬乎高就會得乎中 萬乎中得乎下 妳要什麼不一定會心想事成 妳有這個概念就會比較快樂 來 這個月的舒適程度還不錯 雖然它年跟月有一點衝突 但是妳這一個月的舒適程度 52%相當高 兩天就一天 所以理論上來講的話 這個這一支適合白的 不太適合灰跟黑的 齁 所以理論上來講 在六級日把很多東西給它辦齁 妳的六級日在十一月份有兩天 十一月份四天齁 十一月份其日七、六 十一月份是28、26、16、15 這是六級日 現在講六兄日齁 六兄日十一月份有三天 十一、一零、還有一 十一、一零、還有一 十月份有三天 二九、二三、跟二一齁齁 六級六兄講完再來抽抽籤 來 現在我們來看看屬狗的男生 在農曆九夜份的運勢齁 來 現在屬狗的男生要知道 奎卯年,任虚业,男生的运势,现在遗耳未明,甲耳太势有偿,急稀告我,凶言其哉,急出急挂,凶出凶挂后,不高兴不要出挂 来 哎呀,这一只,二十六挂 三天大处,开中名义,鼠狗男生看这里,开中名义跟你讲,大处,大的收获 那你要注意哦,慢慢从这一只挂来给你透露很多信息 这个大处是急,所以你在这个六级日出去做事,从事你的工作 从事你的这个理想要去运作,成功的机会相当高 那同时再跟你讲,你如果要求事业,升迁,颜色是红色 事业,升迁,红色 再过来,如果你要求桃花,桃花感情 我说男生,桃花感情,钱财,颜色是绿色 那这一只挂相当好 你大处挂,在农历九月份,外出有贵人 很多的助言,外出经商,创业,必成 这一只属狗的男生,九月份相当好 从这个挂相来看,一百分,急,急中又带急 人最怕怎么样?凶,凶中又带凶 那个就是嘴巴打两只就很累 这一只相当好的挂 相当好的挂 来,现在来看一看那一个 属狗的女生 属狗的女生 现在属狗的女生要知道 农历,农历 这个九月份的运势 那现在 老天无手,借老师之手 老天无口,借老师之口 有戒有完,再戒不难 有戒不凡,再戒就难 来,这一只看一看 哎呀,这一只什么挂也没看 十一,十一娘 这个叫地天太 诶,你们奇怪,这两只都不错 我们说,易经很可爱吗 地天太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一只挂,地天太 这一只挂,三天大处 女生你要注意看这一只挂哦 地天太在讲什么 在讲太 一般来讲这一只太挂 叫做平衡之挂 有没有,我们常常 农历新年时候讲一句话 有没有 一言复始 三阳开太 诶,这个有典故耶 这个太在讲什么 三个阳挂在下面 三个阳咬 叫做三阳开太 这个是相当好的挂项 开始阳气要反转 反转到一个程度 进入平衡 地雷腹也可以啦 这个叫做地天太 这一只挂在跟你讲哦 如果你在做灰色地带的女生 相当有助言 一样 农历九月份 先讲一下哦 你的震桃花 再讲一遍 注意听哦 你的震桃花 南方 那你的偏桃花 偏桃 阿桃二号 桃二号 在南方的偏东 不要震南 稍微震南的偏东 如果偏东没有地方 南 南 偏西 最好是南 东南一点点 西南一点都可以 正南叫正陶 东南 西南 叫偏陶 先跟你讲哦 那如果你要问 你的财位 农历九月份 去打麻将 去做当日对冲 选择前 期货 加密货品买卖 还是做那种博弈产业 你的吉祥颜色 是女生 老师啊 你看我这一只卦 我的方位 我的颜色在哪里 一般来讲 这一只在东方 如果你是上班族 玩股票 东方 如果你在博弈产业 东南方 操作不一样哦 也就是说颜色 绿色的 绿色可以 有的是浅绿色的 好 这一只卦就跟你讲到这里 因为这个也不要讲太多啦 因为 理论上来讲一个月而已 颜色上来是这样子啦 六级六胸 这先天命 那如果你后天的地方 跟你讲你这个卦不错 那你六胸也不要太care 如果跟你讲你后天的卦很凶 啊怎么办 你赶快该办的事 再六级把它办完 那如果你这一只后天的卦 集中带集 啊你有什么好怕 六胸六级 就是看你的情绪嘛 高兴就去做 不高兴就不要做啦 好 那我们今天 鼠狗讲到这里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或开启小叮当 好 祝各位平安喜乐 还有幸福美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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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